中广早报新闻 在7点20分开始 我们在中广新闻的脸书粉丝页上 有提供早报新闻的直播服务 要请大家帮帮忙 帮我们把直播的影音画面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中广早报新闻 另外中广新闻网除了可以收听之外 也可以收看 所以请大家可以上YouTube频道上 去搜寻中广新闻网的我们的专属频道 按下订阅 这个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帮我们充充人气 同时在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六点钟 到晚间的七点半钟 全天候我们中广新闻网的内容 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频道上提供给大家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早报新闻一开始 我们赶快来听听是各报在头版的新闻重点 其实翻开今天各大报主要的新闻焦点 还是聚焦在前几天的重要新闻的一些延续讨论的议题 例如财团法人法方面 昨天一如预期在立法院过关 因为在绿营方面是有人数优势 所以本来就预期会过关 只是在里头比较有争议的部分 两个重点 一个是宗教团体到底要不要纳入列管 这个昨天过关的是不要 因为选举马上要到了 相信应该在执政党方面 是不敢把它纳为列管的范围的 可能会影响到相当多的选票 另外一个则是说 一些财团法人在整个股权被稀释之后 现在慢慢的国家希望能够把它买回来 当然有部分是比较偏向蓝营的财团法人 所以在政治的讨论部分 今天各报都有碰触到 今天联合报把这一个新闻 财团法人法的过关 相关内容还有争议 放在头版以及内页的三版 中国时报也在内页的 这个头版二体 以及内页二版有加以报道 另外的新闻重点则是 我们的托育补贴 希望能够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 鼓励大家生孩子 所以政府在鼓励大家 生小孩的政策部分 延续了相当多的讨论 今天聚焦的重点是 托育补贴到底要给谁 这个钱要给谁 本来是说要给保姆 或者是一些托育的中心 不过在经过很多的讨论之后 很多家长觉得说 你给他们最后反而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拿不到钱 而且如果说给了这些托育中心的话 最后会不会回馈到小朋友身上 也不一定 所以在行政院方面 最新的说法是希望能够把钱 直接给爸爸妈妈 给小朋友的父母 今年联合报以及自由时报 这一则新闻都做到头版二期 当然在内页的讨论部分 中国时报二版也看得到 做到版头 讨论的重点不外乎说 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 如果学校方面或幼儿园方面 这些托育机构 直接给你涨价 变相涨价 其实你的补贴等于是没有用的 这是在内页的讨论 稍后会提供给大家 空无法的后续焦点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内页的三版 主要是把焦点放在机车族 因为未来如果有空品区的话 一些比较老旧或二行程机车 就没有办法把车子 骑进这些空品区了 所以在机车族方面相当的愤怒 昨天脸书上有很多人 很生气的发言 今天的中国时报 苹果日报都有提到这个角度 而苹果日报的头版头 则是把焦点放在能源政策的讨论 最新的一个民调 在国内大概六成五的民众支持核电 希望给蔡政府做参考 这是今天在各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聚焦 当然世界杯足球赛 今天早报还是做蛮大的 因为昨天有一个超级大冷门 南韩竟然2比0 踢走了德国队 两队统统淘汰 但是南韩来搅局 让卫冕局没有办法完成他们卫冕的大梦 今天在中国时报做到头版二题 自由时报也是头版图片 来加以报道最新的比赛赛况 好继续我们回头来听听看 各报在头版头条部分 做了哪些重点的整理 财团法人法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来听一下 说在绿营方面盘点锁定处理的财团法人 四大团体变成头号目标 好这四大团体呢 包括了蒋经国基金会 以及呢中纪社 另外还有台湾电信协会 台湾邮政协会 这四个这个所谓会优先锁定处理的 处理的红灯区 联合报放在头版头条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的财团法人法 对政府捐助 但是后来转为私有的财团法人 明定四个条件的买回机制 日本的政府遗留的财产方面 可能捐助的财团法人 接下来会推定为是政府的财团法人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提到说 因为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中纪社之外 民进党政府在2006年执政的时候 已经盘点跟调查 同时呢做了一些区分 分为红灯黄灯绿灯 被列为红灯就需要马上处理的 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台湾电信协会 还有台湾邮政协会 另外呢刚才提到日产成立的财团法人 行政院本来是说直接视为是政府的财产 但是现在因为蓝音方面对用字 有些不同的想法 现在改为推定是政府的财产 连战家族的人际院 以及板桥林家的林雄征学田基金会 这些财团法人呢会首先列为这一次日产遗留下来 但是是政府推定为政府财团法人的标的哦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好当然在选举马上要到这样一个变化呢 各报有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 联合报三版版头大标题说 买回条款被批示变相的转型正义 今天的联合报对这个部分提出了质疑 当然中国时报有相同的看法 蓝音批说借着转型正义在清算民间的财产 因为政府如果透过捐赠由私转工 接下来呢这些财团法人这些私产 他就算不同意也不能够说不哦 质疑是与民争产利用公权力来介入 当然中国中国时报跟联合报今天在内夜 另外的讨论是说 例如中国时报的记者周玉祥的特稿 说不能够拒绝捐赠财团法人现在防抢无门了 举例来说呢就好像是说 你在惯切在路边偷钱包 然后变称叫我这个根本是劫富济贫 要忍不住要抢 而且抢得理直气壮名正言顺 这是中国时报记者的一个比喻 说接下来不管是讲经国基金会啦游协啦 这些买回规定让政府的手伸进基金会 而且基金会还不能够拒绝不能够说不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的二版下半版面 配合头版的报道 联合报另外几个标题也提供给大家说 宗教法人专法吗 邱泰三说内政部自己定 因为争议多时的财团法人法 另外一个部分呢则是 本来法务部主张把宗教团体纳入 不过最后被排除 法部长邱泰三说 既然内政部认为要定专法 那内政部你自己去定专法 我法务部不管了 这是联合报记者的报道 终结中纪社唐协电协奖金国基金会 政治精算斩国民党牵连 记者陈希文的特稿 说这一次呢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马上选举要到了 所以执政党希望在选前能够弱化一些 在野党会大做文章的议题 现在赶快把这些议题清算掉 例如财团法人法跟空污法等等 等7月1号军工将年改正式上路 木已成舟之后 这些选情上的变数通通都消除了 不过今天当然联合报纸一事 这些财团法人法 美其名是要消除过去财团法人 被认为是逃漏序的工具啦 逃漏税啊 或者是特定团体的小金库 但是接下来很明显你都是要斩断 跟国民党有关的财团法人 而这些财团法人呢一旦纳入了政府之后 选举马上要到 小金库就变民进党政府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这有一点点政治上的一些盘算 今天联合报在三版的报道 至于苹果日报 今天也有相同的看法 清法三毒政府可以补捐款 拿回管理权 今天苹果日报说 这根本是把一些青蓝的财团 通通变为是国有 来斩断国民党的银根 斩断国民党的金库 这是苹果日报的解读 好 另外呢 在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头条部分 来听到是托育补贴的问题 行政院顺意名义托育补贴 直接给家长 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 头版的大标 这一则新闻的中国时报 放在了二版的版头 另外在苹果日报部分呢 跟联合报 也是在内页做整个版面 而联合报在头版二题也看得到这一则大标 联合报的头版二题标题说 赖魁表示托育费改为补助家长 每个月可能补助六千块钱 行政院解决少子化 在五月份提出的三大对策 包括建制准公共化的教保服务机制 其中有一项是由政府来帮助 支付每个月最多六千块钱的托育费 给保姆或托育中心 来减替父母亲的负担 不过卫福部在搜集各方的意见之后 大家认为希望把这笔钱呢 能够直接给爸爸妈妈 不要给这些保姆或托育机关 所以行政院呢 希望行政简便 把这个钱直接拨给家长 但是到底是六千块或多少钱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 因为每个地方 它的物价啦 或生活水准不一样 所以详细的金额 可能还要再盘算一下 才会比较确定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二题 中国时报的大标则说 赖魁拍板托育补助 直接给家长准公托政策大转弯 不过当然在配合的配稿部分呢 今天的中国时报 有部分的托育基金会啦 或联盟这些团体的看法 托育政策催生联盟 担心如果没有完整配套 只会造成保姆提高价格 钱只是在家长口袋 过一个水之后 还是要拿出去 没有办法减轻实质上的负担 建议政府参考台北台中两市的做法 钱给家长管理的同时 也要对保姆价格进行谨慎的管理 才不会让政策的美意大打折扣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的版头 自由时报在生活版 也告诉大家台中是怎么做的 说台中的托育经费 直接补助家长 他们的经验相当成功 因为还有一个叫做价格管制委员会 来订定这些管制的上限 又托加速成长 家长的负担就会减轻 实施三年托育费平均是一万三千块钱 而且小朋友要送到托育协力中心 才能够拿到补助金 而民间团体期望 除了管控收费保障托育品质 才有机会让大家愿意生孩子 这是自由时报 从台中的经验提供给大家 好不知道有没有台中的听众朋友 有领到这样的补助 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去分享 你觉得这个政策台中 是不是真的执行的相当好 给大家看一看实际当地民众 跟消费者的一个心声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追杀二行程 机车先政治风暴 来关心的是空法过关之后 大家的反应 今天中国时报头版真的是相当多机车 其实在台北市 外线市不知道如何 台北市真的是上下班时间 这样一个机车 大家聚集在比如说上桥或下桥 或路口的画面停等红灯 真的是蛮常见的 这么多的机车族在空法上路之后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时报今年头版三版 来关心大家的权益 中国时报报导说 现在机车族强烈不满 因为弃机车族质疑政府 叫大家 自掏腰包来换车 来成全工厂跟发电厂 排放废弃 怒火灌爆蔡总统立法院长苏家全 以及行政院长赖清德的脸书 痛批说你们这些人自己坐大车 坐好车 来叫人民自己掏腰包来换车 而且我们换的又还不是像你们坐这么舒服 我们没有钱 我们只能够换机车 所以接下来中国时报解读说 可能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 砍完年轻之后逼换车 民怨加成爆发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的小标 在内夜的配合报道当中 中国时报下的标题是 二行程autobus之乱 两年之后强制太坏 好好机车拿去报废 大家骂声连连 二行程说尽就尽 民众抱怨太浪费 我根本都还能够骑 新机车的售价高 偏向民众很难办 他们根本觉得对他们来讲 这一笔开销太大了 如果我好好的车就拿去报废 然后又要花钱买新车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强迫人民换车 不知道民间疾苦 机车行也较苦 痛逼政策不当 因为在机车行方面 很多是修理二行程 机车是他们主要的收入 你通通拿去报废 这些修车的商家 也没有收入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不见得是好事 而且你买车就是一笔 但是我修车可以是 非常细水长流的收入 这是今年中国时报的报道 另外空法一国两制 南台湾会变成选票的牺牲者了 因为在这一次的空法 在选前端出来的烤鸡 一方面为高频工业区 大开方便之门 让需要排放量的工厂 有法保障 可以花钱去买排气 一国两制的修法 让人见识到执政者的傲慢 以为南台湾是铁票区 而不会想到高频地区 到底他们人民 在呼吸什么样的空气 这是中国时报的一个质疑 环团也痛斥 加速一个台湾两种天空 因为高频地区是空污总量管制区 固定的污染源跟移动污染源 是可以互相抵换的 所以把高雄屏东人 骑脚踏车去搭公车 省下来的污染源 通通省给这些工厂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内夜 引用环保团体的看法 说这一次空污抵换 仅限高频是政策买票 鼓励企业收购旧车加快太坏 而且把高频地区人民的一个呼吸权力 这个完全不顾了 今天中国时报针对这个部分 大叔特殊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 其实真的是有城乡差距 今天在联合报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城乡差距 邱太三我们的法务部长 昨天公布了矫正署的最新统计 所以现在酒驾收容人数 第一名的是宜兰 第二名第三名是花莲跟台东 而且酒驾最多的是机车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酒驾移花东最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骑机车 可以看得出来是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结果 好这样一个结果虽然议题不一样 但是你回到空污法本身 大家关切的汽机车族的权益来说 其实可以做一个互相的呼应 你这样一个政策在推行的时候 如果没有想到弱势民众的权益 恐怕会被民意所反噬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在讨论这个空污法 后续影响跟反应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来思考的议题 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头 关心能源政策缺电噩梦 能源局说供电相当稳定 但是呢民调结果有65% 力挺核电继续运作 股市上万点 但是失业率降到三年新低的同时 各项经济数据成长 但是大家却非常非常的冷感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昨天公布台湾能源的安全指标 显示呢 现在台湾的能源环境越来越脆弱 供电让整个台湾的投资环境 显得相当的不稳定 今天的苹果日报 从这个经济学研究院的最新数据 来看一看大家对供电能源政策的期待 苹果日报头版二版 做了两个版面的报道 我们先提供给大家苹果的民调 五月以来用电履创新高 您担心台湾会有缺电危机吗 担心的有73% 超过七成的民众很担心 您知不支持维持现在的核能发电 来增加供电保有台湾的竞争力 支持的是65% 认为核能是现在台湾供电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支持的 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提升再生能源供电量 大概23.99% 好除了有民调之外 今天苹果日报在头版 又有学者跟这个企业界的一个看法 企业界看法访问的是远东集团的总裁 徐旭东 他声援张忠谋的说法 因为张忠谋不止一次对 强调说用电对企业有多么多么重要 希望政府能够正视 而徐旭东也说 跳电是企业大困扰 像远东的化工厂 一旦跳电要花4到8小时才会重启 远东可能会因为缺电暂停部分产能 但是如果是台积电的话就不行了 它的影响相当大 另外学者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转型太躁进了 这是中央大学台经院的教授梁启元老师的说法 他说如果你无核是对的 但是不能够一下子就推到全面的无核化 新闻评议员朱志诚 这是万宝投顾董事长 他说现在半导体进入奈米技术 用电量只会越来越大 如果你用台积电南科陆主厂 预定3奈米5奈米制成一个厂的用电量 相当全台湾东部的用电量 就可以知道他用电有多惊人了 你如果一方面希望能够发展这些 我们未来的一个产业 来希望鼓励大家跟流台湾 但是你用电方面又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援的话 要叫企业界怎么办呢 这是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焦点 二版版头说 看天吃饭绿电不稳定 燃煤惹怨燃气昂贵 风电夏天没录用 所以风电在夏天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台湾全面废盒 现在时间不到七年了 距离政府的目标 虽然说现在提高天然气跟绿能发电两盘牛肉 希望民众安心 但是眼前大家感受到的是跳电连连 北部电网供应不稳定 中部电塔电缆老旧 这些缺电的隐忧 长期要靠昂贵的天然气来作为供电主力 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不但烧钱 而且会有国安方面的疑虑 国安方面的疑虑 是来听听看 今天学者说 如果台湾现在是没有天然气田的 通通是进口 天然气发电要50%会变成国安大危机 以现在大约三天补给一次 存量大约七天来看 如果接下来一半电力都靠天然气 不要说对岸以优势军力封锁海面 只要有连续两个强烈台风 清台的话 你东西进不来 台湾一半的供电通通都会中断 这是这个专家的看法 另外德国畅费核 再生能源的目标八成 电价比台湾贵五成左右 贵五倍 抱歉不是五成是贵五倍左右 其他费核先进国家以德国为首 德国总理梅克尔2011年宣布费核 但是德国不只把再生能源视为是核能的替代品 而是发展为全面性的能源自主政策 还有产业发展考量 英国方面则是不一样 英国现在核电占供电25% 而且持续增加核能的投资 这是在供电方面 今天苹果日报头版二版的一些讨论 旺报头版头条台美军演点燃台海影信 现在狭阳自重跟台独公投 两岸濒临摊牌了 旺报关心台海最新的情势 主要的切入点是因为 华府的智库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军力计划主任葛来仪 他说台湾要加入美国在南太平洋 所罗门群岛的演习 大陆国台办已经声明他们强略反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接下来陆方会对美国跟我们台湾 有什么样的反制作为呢 今天旺报头版内页来加以讨论关心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限制陆气投资 川普态度软化 美国总统川普软化了对中资议题的论调 决定让本来就负责审核 收购外资美气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来主管限制中资投资美气的事业 放弃只针对中国限制更严格的做法 等于是支持先前看法不一样的财长 这个米努钦 美努钦采取比较不会硬碰硬的方式 来限制中国的企业投资美国 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 感觉美方的态度有一点点放软了 而工商时报的头版头说 京东方乱杀价逼台厂出局 大陆最大面板厂不断拉高 10.5代厂65寸头片量 市价跌超过45% 来关心我们的面板产业 大陆面板厂京东方 它10.5代厂头片量继续拉高 而且不断的降价抢势 要把台湾跟韩国面板厂挤出65寸的区块 现在新一波面板厂的价格升温 下半年因为10.5代厂的产能持续放量 所以对我们的面板厂包括友达 包括群创以及三星LG 这些大厂都会造成的影响 工商时报 今天头版头聚焦的是面板产业 接下来面对的挑战 另外两大财经报纸 在头版其他位置的新闻重点编栏提要 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台北股市的话题 四大基金注资台股百亿元 群益马拉松野村中小等五党基金 列为第一波的名单 而经济日报的头版编栏重点 美国喊孤立伊朗油价大涨 郁金光抢苹果订单 强碰大力光 以及张国伟 现在要航向璀璨的星空 工商时报的头版二题 大雄出没 大陆跟港股 陆股港股全面重挫 悲观情绪蔓延 护止呢 则写下25个月来新低 恒生指数更是狂泄500多点 这是针对大陆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好 同时呢 全球贸易战风险升温 人民币贬值 以及后市比较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昨天亚洲股市表现都不是很好 特别是陆股跟港股 相对来说台北股市的跌幅是比较小的 台股昨天下跌41点 收在10701点 这是台北股市的表现 另外工商时报的头版编栏重点 美国施压各国进买伊朗石油 大陆坚持跟伊朗保持能源合作 美国今年第四次升息增加了变数 好美国现在希望联合各国 不要去跟伊朗买石油 但是伊朗是相当重要的公油国家 而且他们主要的买家是大陆 还要看大陆要不要配合美国的政策 今年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这则新闻 都放在二版做了整个版面的讨论 三大法人大清仓 3000亿元土光光 大同股东会公司派一胜一败 梁国元力推小英该读这本书 另外小米招股运冷 两天只有97亿港元招到 大马搜索极佳 超出了83亿元的奢侈品 国泰金420亿元的特别股 受险抢买 汽机车空屋抵换仅限高频 还有数位智能投资理财更加分 工商时报今天的编来提 继续来听到的是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的新闻重点 我们也来赶快来听一下 在头版下半版面有一个 在台南的小朋友 他天才记忆 详列97次的范姓 这个小朋友 他就读国一13岁的理性少年 他勒索大他一岁的表哥 长达三年的时间 范姓被接翻之后呢 家长跟老师就问他说 好你为什么要勒索表哥 而且时间长达三年 你做了哪些事呢 没想到孩子非常非常冷静 拿一张纸 巴拉巴拉详细列了 过去这三年 他过去勒索表哥97次的范姓 而且时间地点金钱 他通通都记在脑子里 一笔一笔列出来 好这一下把家长跟老师给吓坏了 觉得孩子太聪明了 会不会是资富优异的资优生 或特殊生呢 接下来要安排他做鉴定 因为他家里环境比较不好哦 父亲代业 家境不佳 又是单亲家庭 过去念书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现在希望能够把他慢慢带起来哦 看看他的信上在哪里 给予他更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今天这则新闻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的二题报道 那一方面自由时报的讨论是说 现在自由检定大部分都偏重升学 如果说你是成绩不好 没有展露出你这方面的 读书方面的才能的话 很容易就被埋没 恐怕很多孩子就这样默默默默 过完一生了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讨论 另外边栏的重点包括 导演拍故乡的故事 炸邯郸搬上大萤幕 台东超过一甲子的独特民俗 炸邯郸也要搬上大萤幕了 国片邯郸昨天在台东开进 包括杨贵妹啦 胡雨薇啦 小薰 这些导演跟演员都在现场 今天自由时报 在头版有图片的报道 还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新闻 中国时报头版 二提自由时报的头版照片 标题是 未免魔咒发归 德国打包回家 0比2爆冷输给韩国队 瑞典墨西哥晋级16强赛 门神杀前场 反而被闯空门 昨天世界杯足球赛 最大最大的冷门 韩国 这个昨天是 2比0打败德国队 让德国呢 不但排名在这一组垫底 而且打包回家 各报今天在 世足赛特别报道当中 也对这一则新闻做了相当大篇幅的说明 来听到是 今天自由时报 韩国2比0推倒 德国坦克 未免军爆冷出局 当然比赛详细赛况 各报也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另外一场比赛 墨西哥送礼 瑞典3比0跟 这个墨西哥一起 攜手晋级16强赛 这是两场比赛的重要赛事 当然今天还有四场比赛 从今天晚前到明天凌晨 四场比赛呢 包括苹果日报跟自由时报 也做了预测性的报道 其中10点钟的日本对上波兰的比赛对决 日本只要合局就能够闯进16强赛 成为这一届唯一没有在小组赛被淘汰的亚洲球队 而英格兰跟比利时呢 因为这两队早就已经确定晋级了 所以这场比赛预料不会太刺激哦 只是争排名而已 图尼西亚对巴拿马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因为呢 巴拿马要拼他们在世界杯的第一胜 而日本对波兰的比赛则要看日本有没有办法晋级 赛内加尔对上哥伦比亚 目前在赔率方面赛内加尔是比较不被看好的 好以上就是早报头版新闻重点 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头来听内夜的新闻焦点 早上一杯咖啡 早安 对不起我先放一下 大家快点上那个亚元主播的脸书粉丝团去帮亚元姐加油 他真的太神奇超强大 各位同学 不管任何人 我从来没有看到赌运这么坚强 就是在赛运这么坚强 你知道吗 就以前他不管是赌 就是他买股票 就我们大家说 哎杨姐这股票不错 然后呢 他只要进场保证跌 然后呢 这一次 德国竟然他也有本事 把这个我们的德国队给提前出局了 所以我现在希望亚元姐帮帮忙 在阿根廷跟法国队的比赛 千万千万拜托拜托 不要支持我们法国 倩林姐的那个阿根廷很适合亚元姐 那个明珠姐也很适合亚元姐 我觉得他超强大 而且你知道杨姐最近在看房子 他昨天跟我说 在我们家附近看房子 我本来就说 哎欢迎啊 有同学 7点49分 欢迎回到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那一星我们先来听各报的政治 跟话题版面的新闻焦点 政治话题呢 中国时报的四版版头 绿营轰科故意 蓝银凤拍到马腿 这件事情说的是什么呢 是三军六校联合毕业典礼 蔡总统的维安扩大 所以接下来被周边民众 因为国小又要停课 然后又要扩大管制 管制这么多 在周边的民众方面 或小学家长方面 是民怨连连的 这一次呢 有很多阴谋论的说法 说是台北市政府 故意去整小阴啦 或者是说 哎其实他是要示好 没想到拍马屁 拍到马腿上 今年中国时报 在四版有相关的报道 主要就是这两个部分啦 在蓝银绿营 有不同的解读 选战话题 自由时报的政治焦点说 选台南市长吗 苏焕智明天会做决定 选战关注 黄伟哲说 严正以待 戒慎不恐惧 高斯伯说 可能会影响到中间选民 但是呢 苏焕智则说 他也有可能不是要去 台南选 是退出江湖 干脆不选了 本来苏焕智 是要到台北市选 他已经宣布了 但是最近的消息传 他可能会回台南 到底是选不选 在台北选 或者是回台南选 明天会有比较清楚的答案 另外 北极移花板 中国时报说 商界大佬三颗批票 很多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 台北市的商业会 举行第一届的华人公益节 商界大佬灌盖云集 因为先前商业会 高调为蓝银参选人 丁手中成立后援会 所以跟台北市政府的互动 大家都很关注 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知道刚好是行程呢 或者是小气一点 不想出席 因为这个过去 他挺丁手中的嘛 今天在中国时报说 这些商界大佬说 不来没关系啊 你不来我们的场合 应该你的票够多了 不需要来这边 把今天中国时报 把商界自己私下的说法 放在了版头的大标 而苹果日报 今天的三版 以及在中国时报 财经版 都是一个八卦 后面衍生企业 可能内部 昨天我猜测 是不是有一些斗争 说赖英里辞掉 韩社董作 止血 不伦恋 蔡博汉 可能会接棒 最近多次跟 龙岩集团总裁 李世聪被爆料 去由欧洲 由日本的韩社 参与董事长赖英里 以个人的因素为由 请辞董作 震惊各界 根据了解赖英里 飞文之后 第一次发声明 一出手就是要隐退 外界解读 他可能是为 不伦恋止血 今天在 苹果日报的整理说 最美的女总作 现在因为不伦恋的关系 形象跌落谷底 龙岩方面则回应说 这是总裁的私事 我们不加以回应 音乐家性格 为爱不恋战 管理的风格 则是相当温和 没有架子 自由时报则说 长笛公主的感情 变奏 形象蒙成 过去的两段婚姻 第一段是跟 NOVA的 董事长钟琼亮 结婚之后 有一子一女 接下来呢 跟这个 蔡晨阳结婚 两个人的感情 也相当好 没想到这一次 败在不伦恋的 这个事件上 这是自由时报的 一个报道 联合报的 生活要文版说 食品小工厂 赖魁只是全面击查 要求卫福部 每家都要查 特别是小型 没有查查的 过去有不良记录的 希望能够保障 大家的食安 这种比较小型的 食品工厂 真的很容易变成 食安的死角 所以行政院 希望全面查查 好 跟大家健康 有关的话题 还有食药署 改为10PPB 鸡蛋残留的 分普尼 现在定限量的标准 基石工会 发动罢工投票 长榮跟华航 释出善意 希望能够继续沟通 不过昨天 已经正式宣告 7月16号到8月6号 要来进行罢工投票 如果通过 会员过半门槛的话 工会就取得 合法罢工权 到时候再来讨论 什么时候要罢工 接下来要看 在华航跟长榮方面 跟基石工会 有没有什么样的 达成协议 罢工事件 会不会画下据点 可能还要持续来观察 持续来注意的 立委张立善 要求启动专案灾害补助 呼吁呼擒 伤害花生 价格对半侃 云林地区上周 因为大雨泡水 最近又是高温 一下大雨 一下高温 出现很多水伤 还有病虫害 所以采收的花生 变相不好 平均叠价三到五成 现在呢 立委张立善希望 能够赶快去会刊 帮助农民 同时提升 专案的灾害补助 这次我们的农业问题 聚焦在花生上 中国时报的报道 北科大要建一个钟楼 外观看起来怪怪的 校友之一 像性器官 校方说 我们真的有共识之后 才会动工 这是云林科大学校里头 要建一个百年纪念的钟楼 高度是68公尺 在校方方面信心满满 觉得我们的设计很好 但是网友或者是校友 说这根本是男生的生殖器 今天在自由时报 有这一则照片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图片 您觉得这样是设计感呢 还是会让大家 有不同的联想 自由时报呢 把照片看出来 让大家做一个讨论 继续来听的是 在自由时报 今年两岸话题 中国派军队镇压老兵 镇江传三人死亡 抗争还在扩大 中国的维权组织反对六四屠杀 大重演 今天自由时报 一直来关注这个话题 今天已经连续第三天了 说在大陆镇江呢 好像有镇压老兵 疑似军人抗议的行动 带政府方面封锁消息 但是至少500多人轻重伤 影剧新闻来听到 陶子 这个陶金银 他已经有半年多 没有主持节目了 他希望所有的制作人 或企业单位 相关单位能够提供给他好的一些企业 好的企划跟想法 他说不在乎酬劳 只希望能够得到好的节目 他想要主持好节目 这是今天联合报 影剧新闻版的版头 好我们时间到了 继续请收听听懂新闻 狗狗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大家好 我是中广主播黄立凤 南投县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中高海拔山区光害少 喜欢夜间关心 爱好听闻 还有摄影者趋之若鹜 县政府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和林务局东市领馆处 为了打造南投观星新亮点 要送见国际岸天协会IDA 申请认证